《论语》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,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论理思想、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,享有半部《论语》至天下的美誉,其中许多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智理。 大家好,今天我要讲的是《论语》记事篇第八章 孔子曰,君子有三位,为天命,为大人,为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为也,侠大人,五圣人之言。 孔子说,君子有三件敬畏的事情,敬畏天命,敬畏地位高贵的人,敬畏 敬畏圣人的话。小人不懂得天命,因而也不敬畏不尊重地位高贵的人。 亲无圣人之言。敬畏天命,敬畏大人,敬畏圣人之言。这是孔子所要求我们的。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三大方面的问题。 天命,关于信仰。大人,关于社会规范。圣人之言,关于思想权威。 一个人有了这些敬畏,信仰,就会有所归一。生活就会有所规范。思想就会有一个中心。 在此基础上活着,生活才会觉得有目的,人生才会感到有意义。一切的事业感,成就感,才会油然而生。 相反,一个人,如果没有这些敬畏,这些信仰,规范和忠心,那就会肆意忘形。 无视社会思想和行为规范,无所不为,无恶不作,因而是非常危险的。 话说,古时候有一位太子,声望已经很高了,还要去周游列国。 培养自己的声望。 这时,突然来了一个乡下老头,夜下假把破雨散,言不压重,貌不惊人,自称王者之师。 说,可以做皇帝的老师,帮助平天下,求见太子。 通报以后,太子言见。 这老头说,听说你要出国,但这样去不行。 你要拜我为老师,处处要捧我,在各国宴请你的时候,大卫要让我做,你这样才能成功。 太子问他,这是什么道理? 老头说,我以为你很聪明,一提就懂,你还不懂,可见你笨。 现在告诉你,你生下来就是太子了,绝对不会坐第二个位置。 而你在国际上的声望也已经这样高了,再去访问一番,也不会更增加多少。 可是,你这次出去不同,带了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,还处处恭维我。 大家对你的观感不同了,认为你了不起。 第一,你理贤下事,非常谦虚。 第二,这糟老头的肚理究竟有多大学问,人家搞不清楚,对你就对局了。 各国对你有了这两种观感,你就成功了。 这位太子,照他说的做,果然成功了。 好,这一章就讲到这里,谢谢。